鄉長陳新山跟代表潘文藝特別頒發講座 肯定以明珠返鄉傳承 並以先生用心付出在友善農業的經營上 所以獲選為全國百大清農的殊榮 那個品質做得非常好 李明珠表示 原本父母就在從事傳統的番茄生產 但不忍雙親過於操勞 所以決定以當時的男朋友 也就是現在的丈夫 共同加入農業生產 並且轉型無毒友善的栽種方式 但真的遇到瓶頸跟困難 就是挑戰傳統 一開始的話 當然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說跟父母之間的 慣行的農法的方式會有一個差別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 對土地友善的方式 我們用沒有農藥沒有化肥的方式耕種 那在一開始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當然就是在銷售方面的問題 因為沒有使用農藥沒有使用化肥的友善耕作 第一個產量就會比較少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會有一些病蟲害的問題 對那整個產量跟收益會降低的情況之下 就會造成說父母的一些擔心一些壓力這樣 還有夫妻倆堅持初衷 逐漸突破困境打出口碑建立品牌後 開始有了豐收的成果 還沒有決定要做什麼 想說那就可以先回來 先試試看而已 所以有先試一個暑假 覺得好像還可以 所以我們就繼續隔一年就正式下去做這樣子 感覺就是比較自由 對對對 就是比較自由 時間多很多 以前上班的話就是固定時間就是綁在那裡 那我們就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也透過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不管是運用社群軟體 或者是說也有一些採訪 或者是說我們也就是不斷的用食農教育的方式 來開始推廣我們的整個品牌 對那才有辦法就是獲得我現在父母親 就是會認同我們覺得我們走的這一條路 其實是對的 擬明豬的農作過程 當初就像畫面中還沒有成熟的番茄一樣 青澀中等待翻紅的一刻 而驗收的時程就在農曆過年前 剛好陪大家來團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